千万别被这个一头秀发 爱穿公主裙的背影给迷惑了 等她转过身 可能会把你吓得大小便失禁哦 不要天真的想象 她是什么温柔善良的爵士美女 一餐得吃三个活人才能满足 要是你不幸面对面碰见她 就算她吃饱了 也不会放过任何灵 如果不想这么倒霉 赶紧在壮壮评论区 打上三个狗头强身健体 那是我刚刚看见的一个传闻 据说米国一个偏僻的村庄 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害人经文的命案 一夜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让村民们心惊胆战变得不敢出门 一开始是村民无缘无故的失踪 上一秒还在家门口玩耍的少年 下一秒就不见踪影 被找到的只有一些破损的衣服 还带有大量的血迹 大家都猜测是野兽出没了 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失踪人员转变为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些女孩被找到时 只是脸皮都被狠狠地扒走了 只剩躯体横尸街头 这让整个村庄不得安宁 大家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而一想天开的男人三狗 则想逞英雄替天行道 于是他大半夜不睡觉出门四处晃悠 就为了带住那个罪魁祸首 一直到深夜 街上早早就空无一人 他困得步行准备回家睡觉时 竟在迷雾中 看见一个身穿长裙的金发美女 他直接被迷得神魂颠倒 忍不住就向长发美女靠近 美女拉起他的手轻轻地微笑了一下 很快 三狗就从侧面看清女人的真面目 美人脸皮下 竟有一张血盆大口 吓得三狗甩开手就想逃 结果一不留神摔了的狗吃屎 一回头就看见那张血盆大口直逼自己 几乎一瞬间三狗就被咀嚼得干干净净 实际上这个女人就是村庄命案的凶手 她是个长相丑陋的怪物 潜入村庄痴人 结果偶然间看见一些漂亮的女生被男生追求 她也妄想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于是开始扒人皮组装成自己的美女脸皮 三狗就是她的第一人选 却因为她的真面目逃跑 直接激怒这个痴人怪物 今天壮壮 用黏土还原这个怪物女 厚厚的脸皮下 藏着恶心的血盆大口 要是拒绝当她的白马王子 就只有一个下场 应该不用我再解释了吧